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代言姐妹早晨 我們來到希伯羅來書的第九章 我們分段可以將第一節到第十五節 是一大段說到屬世和屬天的聖幕 然後十六到二十二節是一段 說到基督的受死 然後二十三節到最後 基督的偉大 好 我們先來看 一開始他就說 原來前約有禮拜的條例和屬世界的聖幕 因為有預備的帳幕 頭一層叫做聖所 裡面有燈台、桌子和陳詞餅 第二萬子後面又有一層帳幕 叫做智聖所 有金香爐、有包金的藥櫃 櫃裡有聖馬拿的金冠和阿倫法國牙的像 並兩塊藥板 櫃上面有榮耀基督帕的影罩著詩恩作 這幾樣我現在不能一一細說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說到這個的前約 因為這一句就是接觸第八章 第八章就說 就說到這個的新約 因為有新約 所以前約又可以稱為舊約 並且他說 這個舊約是漸漸衰殘 就快歸於無有 那麼舊約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所以有這一張聖經 就在這裡說這個新舊約之間的關係 他說原來前約 或者叫舊約 前約有禮拜的條例和屬世的聖幕 其實前約整個的核心 就是這個禮拜的條例和屬世的聖幕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這個禮拜的條例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神設立這些條例 並且設立了會幕 這兩樣東西 將這兩樣東西交給以色列人 將這兩樣東西交給以色列人的時候 其實只有一個目的 這個約和這個聖所 就是要讓神可以與以色列人同行 可以住在以色列人當中 就是要讓神可以住在以色列人當中 讓以色列人與神之間有一個美好的關係 所以其實那個核心 那個中心就是神的同在和同住 所以他就要解釋這個聖所的意義 所以他就說有這個帳幕 這個帳幕所指的就是會幕 會幕的頭一層就叫做聖所 裡面就有這個燈台、陳設餅 這樣 因為會幕的結構是分兩個部分 前面就是聖所 後面還有一個萬子 萬子後面就是智聖所 所以分為聖所和智聖所 頭一層在聖所裡面就有這個金燈台 和陳設餅的台 我很感恩就是我們之前 新裔一系列的廣道裡面 我們說會幕 所以大家應該都很有印象 所以他說第二層萬子之後 就叫做智聖所 裡面就有金香爐 或者應該是金香壇 有包金的藥櫃 藥櫃裡面有什麼 讀到這裡 有跟著我們讀這個 聽這個會幕系列的廣道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會問 金香壇不是在聖所裡面嗎 聖所裡面不是應該就是 這個金燈台、陳設餅台 然後還有一個金香壇 為什麼這個金香壇 走進去聖所裡面呢 這個解釋和原因 第一件事首先就是 雖然金香壇是放在聖所裡面 但它的功用是屬於智聖所 因為每次說到這個金香壇的時候 就會特別提到 它是與藥櫃相對 即是它是面對面對著藥櫃 然後大祭司要進入這個智聖所的時候 必先就是在這個香檯上點起香 讓這個香充滿了這個智聖所 因為它點了這個香之後 一打開那個幕的時候 香就會湧入智聖所裡面 這個香代表的就是聖徒的禱告 所以在這裡作者這樣提到的時候 其實意思不是說那個金香壇是放在智聖所裡面 而是它是屬於智聖所的 這個是猶太人都很清楚的一個情況 所以它也不需要特別多了解釋 反而是因為我們外邦人 所以我們聽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舊雲 還有就是當作者寫希伯羅來書的時候 其實這個第二層的萬字已經打開了 這個藥櫃和這個金香壇之間 再沒有任何的左隔 甚至那個第二層的萬字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呢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原因 它沒有特別地仔細地描寫 反正就是這個就是聖所和智聖所之間的關係 燈台和這個金香壇和這個藥櫃之間的關係 特別說到鮑金的藥櫃裡面 有這個金罐裡面裝著馬拿 還有在智聖所裡面 有這個阿倫法國牙的像 還有兩塊的石板 櫃上面它有榮耀基督派的影照著詩恩座 這幾件我現在不能一一細說 所以其實這些器具這些東西 作者說他沒有時間詳細地去解釋 其實這些事物 這些舊約裡面的一切 希伯羅來書的受眾 是非常了解非常清楚的 所以作者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 來去描述這些事物 只需要提出他們 因為其實當時的猶太寺信徒 一聽到這些會幕的描述的話 他們腦海裡面是非常有圖畫的 他們馬上已經可以進入那個場景 清清楚楚地在腦袋裡面 看見想起這些東西 第六節他說 這寫物件既如此預備齊了 眾祭師就常盡頭一層帳幕 行禮拜神的禮 此於第二層帳幕 唯有大祭師一連一次獨自盡去 沒有不帶著血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 聖靈用此指明 頭一層帳幕 所欠的禮物和祭物 奏著良心說 都不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延存 這些事連那飲食和豬般的使作的規矩 都不過是肉體的條例 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 所以他說這些事物都預備齊的時候 其實目的是什麼呢 眾祭師就可以常常進入第一層帳幕裡 行禮拜神的禮 所以整個會幕的設置 整個的聖書 只有一個目的 當這些所有的事物都預備齊整之後 目的就是要讓眾祭師 可以進入聖書裡 行禮拜神的大禮 即是說 這個會幕設置下來 就讓以色列人可以來到敬拜神 所以這個才是會幕的核心 存在的意義和目的 就是讓這些眾祭師 可以常常進入聖書裡 去打理 其實聖書裡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他們要經營這個 金燈台 金燈台的燈永遠不可以熄滅 也要經營這個陳切餅 讓這個陳切餅 常常保持那份的新鮮 也要在金燈台上加香等等 所以還有就是要獻祭 要將這些祭生的血 大隊進入聖書裡 一年一次的時候 就是進入第二層的萬子 第二層的萬子更加特別 只有大祭師一年一次獨自進去 他只能夠一年一次 並且獨自進去 沒有其他的祭師可以進入 這個至聖所其實是代表 極大的 最極致的同在 所以只有大祭師可以進去 而且一年只有一次可以進去 就是屬聚日的時候 並且要帶著血進去 在以色列人的大祭師進去 這個至聖所裡的做法 大祭師進去的時候 他的腳上會綁著一條繩 他就進去 如果太久都不出來的時候 那些人就要拔這條繩 就把他拔出來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這個大祭師進去之後 很久都不出來的時候 很可能他已經死了在裡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以色列人相信 如果大祭師的除罪、贖罪 沒有功效的話 因為神是全然聖結的 如果他本身犯罪 他的贖罪又不是帶著信心 沒有那個功效的話 可能他就會在 知聖所裡被擊殺 於是只能夠找一條繩 拔出來 所以對於以色列人來說 這樣去服侍神 這樣去親近神 其實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 要讓神住在人的當中 是一件非常大的 一個 一個 可以這樣說 所以其實是一點也不簡單 是要付很大的代價 也要做很多的事 當然我們今天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是 當年以色列人如果要來敬拜神的話 正是憲制的條例都繁複到不得了 那些制身要怎麼處理 又有很多種不同的制 每一種制的功用又不同 獻上的方式又不同 所以你要辦一大餐 然後去到祭司的面前 怎麼一湯都有規定 哪些可以燒 哪些不可以燒 哪些可以拿走 哪些不可以拿走 哪些是怎樣 哪些是怎樣 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 也是一個很負代價的一件事 你想想你每次來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你都要帶著牛和羊 這些牛和羊 用來做獻祭的時候 又不可以有瑕疵 不可以有損傷 所以 真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 作者在這裡一提到這個會幕的時候 這些猶太籍的信徒 就馬上心裡有這個很清楚的圖畫 來浮現出來 大祭司每年都要為自己 和為百姓的過範獻賞 但是聖靈的設立這個會幕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讓我們知道 甚麼是真正的敬拜 作者在這裡寫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預備鋪排 究竟前約和後約 新約和舊約之間的分別在哪裡 原來在頭一層帳幕營存的時候 這個會幕的系統仍然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進入至聖所的路還未顯明 因為進入至聖所的時候 中間是有萬子隔開的 所以我們自然你都會想 其實呢 大祭司究竟是怎樣進入至聖所的呢 那個萬子是 即是擾開它 還是繞過它 即是究竟你是怎樣進入呢 揭高它 在下面捐過去 還是繞到旁邊那裡 攝進去 還是怎樣的呢 所以作者在這裡說 進入至聖所的路 就好像未曾顯明一樣 其實這個頭一層帳幕 是作現今的一個預表 所以停留在這個頭一層帳幕外面 這些憲制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個預表 在這個預表裡面 其實這些憲制不可以叫人得以完全 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那個憲制可以叫人得以完全的話 那個憲制就不需要一直持續 不停地做 常常地做 是吧 以色列人以前呢 每個禮拜 這個安息日呢 都要去憲制 甚至 甚至有時候 不是安息日的時候 有些特別的情況之下 他們都會去 會憲制 所以 這些禮物 這些禮物 不可以叫人完全 包括那些飲食的條例 那些洗手 洗杯洗盆 那些規矩 其實都不可以叫人 來去完全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屬肉體的條例 這些條例 要等到振興的時候 才為止 但是你要不停地做 不停地做 做到什麼時候呢 做到當振興的時候 什麼叫振興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離賽亞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 舊約裡面的 所有先知的盼望 因為他們知道 當離賽亞來到的時候 人的罪就可以徹底地被解決 其實所有舊約裡面 這些會幕 這些靠近神去憲制 其實都是帶著一個盼望 盼望什麼呢 就是盼望有一天 離賽亞會來到 因為他們知道 當離賽亞來的時候 所有的事情 就會一次被離賽亞 全部都解決 以後就不會再有這麼麻煩的事情了 可以這麼說 所以作者就是要讓這些 希伯來的信徒 這些猶太籍的信徒 將兩件事聯想在一起 讓他們所讀過的聖經的知識 在他們裡面 和耶穌所做的事情 可以來掛勾想 所以十一節他才會這麼說 他說 但是現在基督已經來了 作了將來更美是的大祭司 已經經過那更大更全秘的帳幕 不是人手所做的 也不是屬服這世界的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族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進入聖所 成了永遠屬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並沒有牛的毒的灰 灑在不潔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聖 身體潔淨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 將自己無限無知獻給神 他的血 豈不更難使勝你們的心 除去你們的死行 使你們侍奉那永生神嗎 為此他作了身虐的宗寶 既然受屬了人在前虐之時所犯的罪過 便叫蒙照之人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 但是現在不同了 現在基督已經來到 基督就是那個尼賽亞 這是他們不需要爭辯的 只是問題就是究竟誰是基督 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 就是那個耶和華的受高者 就是尼賽亞 但基督已經來了 基督就是耶穌 他作了這個將來更美之事的大祭司 他所做的是一個更美之事的大祭司 是一個將來 是一個永恆的職事 這個在前面的那幾章都已經說過 耶穌就是那個大祭司 而且他是神起誓而立的 按照密基洗德的等次 永遠為祭司 現在在神的右邊 這個祭司不是一個地上的祭司 是一個天上的祭司 是一個永恆的祭司 所以這個祭司怎麼成為祭司的呢 是神起誓來把它設立的 並且這個祭司跟地上的祭司一樣 他是要為所有的人來贖罪 不過他的祭司是一個更美的祭司 是一個永恆的祭司 因為他不是將牛羊的血獻上 如果牛羊的血都有功效的話 更何況基督自己的血呢 所以他所獻上的那個祭司 是一個無限無癡的祭司 是一個直到永遠的 這個的獻制 這個的血 在救藥裡面的血是用來除罪的 所以基督的血豈不是更加能夠 除去我們的罪嗎 他所除去的 甚至是洗淨我們的良心 除去我們的死行 帶來的除罪功效是更深的 並且能夠更新我們的生命 這裏我想 這些猶太籍的信徒 會有一個圖畫 這個圖畫是甚麼呢 其實每次他們去獻祭的時候 獻祭之前 他們是需要 跟祭司一起 把他們的手 按在這些祭身上面 然後跟這些祭身 好像四目交頭一樣 表示 我的罪都歸到你的身上 然後就看著那隻牛 很慘地 被牽到宰殺的地方 來宰殺 來獻祭 所以這個獻祭的動作 當你看著這個祭身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怎樣 如果我是他的話 就是這樣看著 把自己的罪放在祭身上 那個祭身是你自己養大的 然後你帶著他去聖殿 相處都有一段時間 劃長劃短 然後你這樣按手在他的身上 按手在他的頭上 然後把自己的罪歸在他的身上 然後看著他被殺 其實也會有感覺 那個感覺應該都挺強烈的 但是在新藥裡面 那個就更強烈 因為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耶穌基督就是這樣 把我們所有的罪 納在他的身上 然後他走上這個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這個行為 耶穌的流血 不單止結淨我們的罪 並且會感動我們 除去我們當中一切的死行 其實這就是神那份的愛 這份的愛 足以推動我們 去過一個更新的生命 所以基督的流血獻祭 比大祭司在救藥的時候獻動物的血 是更有功效 更加能夠震動震撼人的心 感動人從缽質裡面 來改變 所以 這個新藥的中寶 是一個更美的中寶 他這樣叫人得著的 是一個永遠的產業 因為墨基仔德的等次祭司 是一個永恆的祭司 所以他所獻上的血的這個獻祭 也是一個永恆的獻祭 既然所有的東西都是永恆的 所以他指向的那個應許 都是一個永恆的應許 因為透過耶穌基督 我們得著的是一個永恆的生命 將來在天上 與神毫無戒替 毫無難阻地去相處 來進入神位 我們預備的天堂和永恆當中 所以這個藥也是一個永恆的藥 永恆的祭司 永恆的獻祭 帶來那個永恆的藥 永恆的產業 所以這個就是天上的中寶 然後我們看十六到二十二節這一段 他説 凡有遺命必須等到留遺命的人死了 因為人死了遺命才有效力 若留遺命的尚在 遺命還有用處 所以前若也不是不用血納的 因為摩世當日照著律法 將各樣戒命全給眾百姓 就拿豬紅色湧和牛失草 又把牛途山陽的血和水灑在書上 又灑在眾百姓身上說 這血就是神與你門立約的憑據 他又照樣把血灑在醬莫和各樣器皿上 按著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 若不留血罪就不得赦免 我們看這一段聖經的時候 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第九章 突然之間插了這個遺命 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明明前面說著更美的中保 說著一個永恆的憲制 永恆的淑罪 永恆的產業 但為甚麼當中又突然就出現了一個遺命呢 其實是完全有意思的 因為這個遺命所指的就是那個產業 專武的永恆產業怎樣去得著呢 其實就是靠那個遺命 什麼意思呢? 遺命的意思其實就是遺囑 遺囑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遺囑通常最大的功效 就是跟這些遺產綁在一起 遺囑的意思就是要怎樣去處理遺產 讓再世的人去承受這些產業而設立 所以在這裏十六節說 犯有遺命,遺命這個字原文其實是藥 其實遺命這個遺囑是一個約定 這個約定就是譬如說 我死後我所有的東西要分給誰 怎樣分法留給誰 這個就是一個藥 所以他說這種遺囑式的藥 其實必須要等到留遺命的人死後才有這個效力 因為這個人死了之後 因為它叫做遺命 就是遺囑這個藥才有效力 如果這個人還在世的話 其實那個遺囑就不會生效的 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其實它用這個所指明是什麼呢? 基督必須要受死 基督受死的遺囑就生效 基督在生前的時候 指定將來的產業 當基督一受死的時候 這個遺囑就生效 我們是祂所愛的人 是祂所揀選的人 祂所揀選的人 因著這個遺命 因著這個遺囑的原因 我們就可以承受永恆的產業 而且這個藥更加是用血來納 就像摩西當日一樣 摩西當日所納的這些事情 都是植著血 因為摩西頒布十戒也好 當匯莫啟用也好 祂也必須要用這個製生的血 灑在其上 叫祂得潔症 所以這些藥 這些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是藉著血來納的 照樣 基督也是一樣 基督留了這個遺命在人間 並且用祂自己的血 來啟動這一切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一段 基督是必須要受死的 如果沒有受死的話 這個新藥是沒辦法啟動的 所以最後這一段的總結 他就說 凡不差不多都是用血來結症 所有的東西如果要結症 都是要用血 若不留血醉就不得赦免 所以要除去醉 要讓醉得赦免的話 只有一個的途徑 就是流血 唯一的分別就是 在舊藥的時候 所流的是生畜的血 在新藥的時候 所流的是基督的血 在舊藥的血 作者其實想在這裡跟這些受眾說些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們體重舊藥 如果你們體重舊藥 這個憲制的系統 這個system 你是不是更加應該體重基督所成就的呢 記住這封信寫的時候 其實他是想再一次釐清這個信仰 也都堅固這些猶太籍信徒的信心 叫他們不要偏離了正道 不要離開了耶穌基督 然後回到猶太教裡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這個除罪的功效就沒有了 因為他們已經嘗過天恩的滋味 在靈裡面又能夠在聖靈裡面運作 沒有理由離開這個 回到以前那裡 所以他在這裡更加明顯地說得清清楚楚 如果不流血 罪就不得捨臉 基督已經為我們捨身 已經為我們流血 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我們怎麼能夠不承認他呢 我們怎麼能夠不紧紧地抓住呢 這個就是因為他已經成為我們的忠寶 並且為我們捨身 好 我們再看最後的這一大段 二十三節到尾 它說 照著天上樣式造的物件 必須用這些祭物去結證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當用更美的祭去結證 因為基督並不是進入了 人手所造的聖所 這不過是真聖所的影像 乃是盡了天堂 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 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 像那大祭師 每年帶著牛羊的血 進入聖所 如果這樣 他從創世以來 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再者 末世顯現一次 把自己獻為祭 好隨調罪 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像這樣基督記一次被獻 擔當了多人的罪 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顯義 並與罪無關 乃是為拯救他們 所以 這些在地上的 照著天上樣式做的這些物件 都需要去結證 天上的當然要用更美的方法 更厲害的方法 所以基督是在天上 將自己獻上的那一位 所以他所做的是更美的 地上的一切只不過是映兒 但是天上的那一切更加的實在的實體 我們所信的這位基督 我們的主耶穌 已經進入了天堂裡面 這裡提到天堂 如今我們顯然在他的面前 他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 他是一次獻上成就到永遠 所以那個分別在哪裡呢 就是基督已經在天堂裡面 所以他所應許我們的東西 必定是會達到的 耶穌基督的復活是真真實實 是確確切切的 有這麼多雲彩一般的見證人 來去見證 耶穌三天之後復活的時候 顯現給這麼多的門徒看 不僅是門徒 還有其他人都見過復活的主 所以這個復活是千真萬確 耶穌已經在天堂裡面 所以他應許我們會得著的天堂是真的 他應許我們藉著他可以承受的永生 這些永恆的產業都是真的 他已經一次過將自己獻上了 蒼世以來所定的計劃 他已經成就 而且不是多次的獻上 只需要一次獻上就完成了 如果不是的話 基督就要多次受苦 如果基督要多次受苦的話 就不是一個利塞亞了 是不是 那就變成了很多的利塞亞 但是聖經從來沒有這麼說過 從萬古以來的預言 就是只有一位的利塞亞 當他來到的時候 就要復興萬事 所以當作者寫到這裡的時候 這些希伯來寺的信徒 信約就應該可以跟著 走到這個地步 就可以更加的堅定 更加的更新 並且他在這裡特別 突然插入了一段記載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但我們又會覺得好像格格不入一樣 就是在二十七節那裡突然說到 他說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所以基督這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 將來要向著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 並與罪無關 乃是為拯救他們 是甚麼意思呢 原因是 這群受眾裡面 教會裡面這群人 他們有一個想法 他們的想法是甚麼呢 既然現在在基督教裡面 既然在這個新藥裡面 受到這麼大的一個迫迫 不如我們回到舊藥裡面 不如我們回到猶太教裡面 既然我們已經認識了基督 我們不如回到 潛伏在猶太教裡面 反正基督要第二次再來 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我才舉手走出來 耶穌我是信你的 我認識你的 到時候便恩信輕義 恩信基督便盡永生 盡天堂盡天堂 所以有一些人有這樣的想法 但這個想法是一個歪了的想法 所以在這裏作者就要告訴他 第一 就是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死 死後且有審判 這句說話就告訴我們 每一個人都有一死 死不是最終結 最可怕的東西 死後有審判 這個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其實這些猶太的信徒 想走回猶太教裡面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歸根結底 都是因為怕死 很害怕在這個迫白裡面 很害怕在這個大患難迫害當中 會有生命之危 所以他們想這樣避開 但是在這裏作者就告訴你 其實按照定命人人都是有一死的 死並不是可怕 死並不是一切的終結 死後且有審判 就是說你在這個世上所做的一切 當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是有審判的 你是要面對神的 這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聖經裡面 在其他的地方都說 殺身體不能夠殺靈魂的 不需要怕它 所以我們反而要擔心後面的事情 我們反而要擔心 我們去到神的大寶座面前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可以面見神 這個才是值得我們去考慮 才是值得我們去想多一重的 所以基督既然一次被獻的時候 擔當多人的罪 將來他還要第二次顯現 所以第一次基督來的時候 他顯現的目的 是要除去罪 是要擔當所有人的罪 不過當他第二次來的時候 並與罪無關 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耶穌第二次會再來 但是問題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是與罪無關 他是要來拯救他們 是甚麼意思呢 這句話就是回應那些人 想著潛入猶太教裡面 然後等基督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就在猶太教裡面舉手 就說我是基督徒 我是認識你的 有沒有這樣的選項呢 可以這麼說 即是有沒有這個選項呢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基督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不是再要上十字架 除去人的罪 所以他第二次來的時候 是與罪無關的 他是來拯救他們 拯救他的意思是甚麼意思呢 這裏的拯救意思 我想所指的就是 就是要將他的信徒接走 這個拯救其實有拉上來的意思 所以其實就是說 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被提的時候到了 沒日號碰吹響的時候到了 我們要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當他再來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機會在那個時候 來舉手說 耶穌我信你 我支取你的補血 就是洗淨我的罪 那時候已經不是了 因為當耶穌再一次回來的時候 號碰吹響的字 死人都要復活 那個是白色大寶座 臨到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沒有缺治這一回事 所以其實 作者就在這裏告訴這些 猶太籍的信徒 你要決定跟隨耶穌 就是在這個時候 就是在耶穌第一次 和第二次回來之間的這段時日 過了這段時日的話 末後耶穌再次回來的時候 已經不是來為人的罪 釘身在十字架上 那件事 而是反過來 那個是他承受他應許的時候 是他來迎接他的子民的時候 問題就是 你是否在那個名單上面 到那個時候 你的名字是不是已經寄在天上面 在羔羊生命冊上面 而唯一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就是趁這個時候 就是耶穌第一次來了 和第二次再來之間 耶穌已經成為了 那個更美之弱的中寶 耶穌已經流血 留下了他的遺命 所以我們要憑信心 支取憑信心進入 所有這一切的東西 都是真真確確 地上面一切的 會幕都是天上的映義 但是耶穌今天 已經在天上進入天堂 所有的事情 他已經預備好了 所以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 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緊緊的 用信心捉住天上的大祭司 支取他的補血的功用 更加不要捨棄 不要離開 不要回頭 不要走舊路 舊路已經是走不通的了 所以才有新的路 所以既然已經在走這條新的路的時候 我們就要咬緊牙關 堅持到底 堅持到底就一定有東西看 所以 這個就是作者整個的意思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這個才是我們要將我們的眼光 放在那個地方 以至到我們的信心 可以產生功效 所以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要堅持走這個新約的道路 直到見主面的日子 Amen 各位弟兄姊妹 由我們一齊來到神的殿裡面 一起去敬拜 由我們一起起床 就算在家裡也好 我們也一起起床 來同心合意的敬拜 就算在不同的地方也好 我們在靈裡面都是合一的 由我們一齊來到去敬拜我們的神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你 你是榮耀君王 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 何以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 神界高揚 榮耀歸於你 天上地下 在永恆里敬拜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神界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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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國讚嘆你 你是榮耀君王 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 何以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 神界高揚 榮耀歸於你 天上地下 在永恆里敬拜 在永恆里敬拜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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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你 我們歡迎你 讓一切焦點轉向你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我們歡迎你 我們歡迎你 好坐前幾乃 DI 擺不停行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你的榮耀降下來 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 欢迎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 何以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圣洁高养 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就在你的殿里 同心合意向你敬拜 主啊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太阳 你就是我们的光 我们要将你放在至高的全地上 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主啊 让我们一起来到去敬拜你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配得的 主 你是我们的太阳 满有慈爱 怜悯 很会荣耀 那些全心跟随你 属于你的百姓 一年天的美好奖赏 哦 主 你是我们的救助 你的恨意公平 掌权在这地 你将你的荣耀 倾倒在你大能百姓 使我们淡淡即为敌 在天上 赔得所有尊重祝你的荣耀 灵的全地上 灵的全地上 在黑眼中照亮 你是世界的真光 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 在天上 灵的全地上 在天上 赔得所有尊重告去全地上 外面都歌唱 我们不再悲伤 在天上 灵的全地上 灵的全地上 在天上 灵的全地上 灵的全地上 在天上 灵的全地上 天上 灵的全地上 在天上 灵的全地上 意公平 掌权在这地 你将你的荣耀 倾倒在你大能百姓 使我们淡淡敬畏你 在天上陪着所有尊重祝你的荣耀 领导全地上在黑暗中照亮 你是世界的晨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 对爱颂扬 祝你只剩村民高去全地上 万民都歌唱我们不再悲伤 因你是陪盼望 我们同心炫耀 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 是啊主啊你就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要跟随着你的旨意 主啊是你为我们成全 你是听祷告的 主啊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 在我们美爱你之先 你已经爱我们 爱天上陪着所有尊重祝你的荣耀 领导全地上 在黑暗中照亮 你是世界的晨光 你是世界的晨光 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 在黑暗中照亮 在黑暗中照亮 祝你只剩村民高去全地上 在黑暗中照亮 万民都歌唱 我们不再悲伤 因你是唯一盼望 我们同心炫耀 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 不再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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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你是唯一盼望 我们同心炫耀 耶稣永远的真光 我们同心炫耀 主啊我们来宣扬你 希望你是永远的真光 主啊我们来宣扬你 主啊你就是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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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今天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所讲的 是啊 何况基督 直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痴献给神 他的血 岂不近能洗淨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痕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位 将自己无瑕无痴献上的 你的血就是这样洗淨我们的心 除去我们的死 使我们能够可以 在永生的神面前 侍奉站立的那位 好吗 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一起来开声 开声赞美我们的主啊 赞美我们的耶稣基督啊 他就是这样毫无瑕疵的 献上自己给神 好叫我们的罪能够取去 好叫我们能够今天 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可以得着一份救恩 可以祷告 可以得着一份永恆的盼望 好吗 我们一起来开声 开声赞美我们的主 耶稣我们多谢赞美你 耶稣啊 多谢你这样 无瑕无痴的 去献上自己 好叫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得稳 好叫我们能够今天 可以脱去罪站在神的面前 甚至我们可以和神有关系 可以侍奉主 主这些都是你的恩典 耶稣这些都是你的恩典 多谢你 多谢你今天透过希伯来书第九章 再一次兼顾我们整个的信 整个的信仰 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在信的是什么呢 希伯来书的作者 今天将希伯来书第九章 写出来 他很想巩固一帮信主的犹太人 但他们因为患难 因为艰难 因为迫白 以至他很想回到以前传统 甚至未信耶稣的时候的光景 但今天作者再一次建立他们 让他们偷偷切切的明白 耶稣基督整个的救恩 我们今天都透过希伯来书第九章 我们今天都透过希伯来书第九章 他会让我们修正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死痕 本来这个罪是要将我们 带去去死地的里面 但是耶稣基督 却是自己造成肉身 经历这些苦难 明白这些苦难 并且 祂自己是用自己无下无痴的 身体欠给神 祂的血 一次洗净 永远就结尽我们的罪 好叫我们今天站在神的面前 这份的救恩 今天我们相信吗 我们捉住吗 我们是否真的相信 是啊 耶稣基督愿意来到地上 为我们死 有什么的苦难 祂不能够为我们担当 有什么的艰难 祂没办法胜过 祂已经一次除去我们所有的罪 以至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这份同神确立的关系 哎呀我的祷告 我的艰难 神不会明白的 神不会知道的 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其实原来我们的信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救恩 原来是打折扣的 可否这一刻我们开声 我们开声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 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 已经将这个隔绝的墙打破了 我们已经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就像十四节那样 我们已经可以侍奉在永生神的里面 好吗我们就开声将我们的艰难 同神讲 好吗我们一起来开声 将自己最近的艰难 我们来开声同神诉说 让我们的救恩的信 是信到底的 我们同神是因着耶稣已经无阻隔 神啊你听我们的祷告 是有我们要拥抱整个的救恩 我们知道当我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的救恩已经在我的里面 我已经被洗净 我已经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单单侍奉主你 我可以将我的苦 我的心事向神来倾诉 神啊你听我们的祷告 你听我们的哀求 主啊我们真的在疫情的里面 我们面对很多的艰难 神啊你都知道 神啊你都听 神啊你让我们真实相信 是啊 我已经可以单单来到你的面前 弟兄姐妹不单单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 当我们信耶稣基督这份救恩的时候 第十五节里面说 为此 耶稣他作了新药的忠保 既然受死熟了人的前药之善所犯的罪过 便叫蒙照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残业 弟兄姐妹这份信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呢 不单止信我们能够来到你的神的面前可以祷告 我们更加相信 是啊在这份耶稣的救的里面 我们是可以得着应许 承受这份产业的 承受神给我们美好的产业的 好吗 这一刻我们都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这份信来祷告 我们信耶稣不是单单只是停留在好救恩 我们更加要进入再前一步 是啊 我是可以承受这份永远的产业的 耶稣是为我传留一份好的美好的在里面的 好吗 我们一起和耶稣一起去领受这份产业 好吗开心为自己祷告 让我们的信进到那个当中 是啊 我是和耶稣一起去承受这份产业的 耶稣的美好在我的里面的 这份才是我整个的信的救恩 主要你听我们的祷告 主要你帮我们真的相信 我们这份信 是可以进入去 和你承受产业的里面的 神啊 终于这一刻我面对艰难困难 但是我知道 神你为我传留的美好产业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主要你让我胜过这份 艰难里面得着的信心 好叫我看穿这个艰难 以至这一刻我的信心 能够和耶稣你同步 去到和你承受产业 不单止承受这份产业 更承受那份复活的生命 就好像二十四节里面说 是呀耶稣基督 你已经复活了 你已经进了天堂了 如今为我们显然在神的面前 神啊你不仅是为我们死 你更加为我们复活 主要让我的信心 和你的复活同步 我现在所面对的艰难 已经过的了 我的艰难已经因着你的复活 我已经要复活的了 主啊 你给我这个更大的信心 让我看见产业 让我看见复活 更重要的 是第27项18节 是我将来再面对你的时候 我不再面对审判 而是面对真正更大的拯救 就好像二十八节那样说 将来要向哪等候 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神啊让我这个信 去到这个底 相信你的救恩 让我和神面对面 相信我和你一起承受产业 相信我要和你一起复活 相信再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是更大的拯救 主要将这份信 放在我们每一个的里面 好吗 大兄姐妹 在这段时间的里面 如果你知道 你对神的信心 一日一日一日减却 你对疫情好像无尽头 感觉恐惧 没有盼望 你对自己前景 你感觉无望 失去信心 好吗 这一刻 我们一起进入灵里面 为自己的信心 在希伯来书第九章 作者已经将整个 末世的局面 让我们知道 有耶稣的救恩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有耶稣的救恩 将来我要和他承受产业 有耶稣的救恩 我要和他一起 复活在天堂的里面 再一次面对他的时候 不是一个只有死路的审判 却是更大的拯救 这个是末世里面 我们的福音 我们相信吗 我们是不是看着结局 来跑现在这段路呢 好吗 开声 开声进入灵里面 为自己的信来祷告 为自己的信来祷告 艰难的结局 已经在我们面前 就是全然得胜的结局 好吗 我们进入信心的里面 为自己祷告 求神兼顾我们的信心 沙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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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我们的信 主要是兼顾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信心 主要是我们真的知道 结局已经在你手里面了 现在的艰难只是一个经过 并且在这个艰难里面 你是会保守我们的 并且你会让我们有力量 走过这个艰难 并且我们真的看见 在这个艰难的尽头 是与你一起坐着为王 是与你一起承受产业 是与你一起复活 并且得着你极大的请教 主要将这份信心打在我们的里面 好叫我们不要在艰难里面放弃你 不要在艰难里面就离开这份真道 在这个艰难的里面 主要我们确是要紧紧捉住你 兼顾我们的心 当我们在困苦 当我们在无望的时候 主要让我们思想 在白来书第九章 你所给我们的应许 你已经复活了 你的拯救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地上的艰难 我有什么可以恐惧 神要兼顾我们的信心 好叫在这个逆境里面 我们的信心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们跟随你 是越紧越贴的 并且不单止我们自己起来 是更加重要的 是我们这份信心 可以传给我们身边的人 好叫我们都能够将一份 这么好的救恩 给身边的人 好叫有人信主 好叫他们都能够得着 这份末世的盼望 更主啊 更触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可以用这份信 为全世界 为整个的香港来祷告 让我们发出这个信心的祷告 神你是复活的主 你已经得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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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得胜 神是 今天我们看到 再一次 再提醒我们 不要去害怕艰难 在信心的里面 去仰望 为我们创始成终的大祭司 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 疫情关系 其实食市 晚市是禁堂食 所以都知道 其实现在的处境 是很不容易很艰难的 有酒楼 甚至说 在这段时间里面 取消了接近500个酒席 损失是几百万的 亦都因为市况是这样 他们不乐观 于是乎业界是忧虑 失业率是会提升 不单止是饮食 花事 都是因为取消 花龙会怕自己 会缺本无归 我知道当中 我们有弟兄姊妹 你都是在当中 可能你是用饮食 或者都是在受影响的行情里面 知道我们弟兄姊妹 都很艰难 但是直着欺白来书 神再一次告诉我们 不需要因为这些艰难而惧怕 更加不要因为这些艰难去走回头路 信心 信心去仰望 而且更加求神给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 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去宣告 正是饮食业 正是这些花市 或者是各样受影响的行业 无论是旅游 又或者是健身的 等等的行业 是他们得救的时候 在人的艰难的时候 正正就是要去尋求这个救属主的时候 好吗 我们在灵里面去祷告 如果你自己 或者你身边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她正在这些受影响的业界里面 我们要开口为他们去祷告 如果你就是在业界的时候 更加求神给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 这个正是我们业界得拯救的时候 正是神的救恩要临到的时候 在艰难的里面 正正是神拯救的时候 耶和华的拯救在当中 让我们借着这个希伯来书 这个当他们在艰难 他们在被逼白的时候 希伯来书的作者 去鼓励他们用信心去仰望耶稣 这个正不是这个时候吗 让我们去开口在灵里面 我们进入灵里面去祷告 我们去宣告神啊你的救恩就在当中 你来兼顾我们当中 在受影响的各弟兄姊妹 主是信心不软弱 所以是要去仰望这位耶稣基督 他是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爱就要在当中 耶稣基督所欠的不是牛羊的血 是祂自己的血 是祂自己就成为救赎 神啊 神你这个爱 现在就进入到我弟兄姊妹的心里面 当他们信心软弱的时候 主要无论是 主要因为你是经历过死亡 而且在死里面复活 这个复活的盼望 在我受影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 坚固每一个的信心 而且我们更加要去宣告 这一切所受影响的业界 你救恩就是要临到 救恩就是要临到 主要我们知道 人的尽头就是神理的开端 主要我们觉得在这个连关无路的时候 血本无归的时候 我们宣告耶稣基督你的报血大有功效 救赎就要在当中 救赎就要在当中 每一个受疫情影响的 在我们弟兄姊妹的里面 你就轻起去你每一个起来 就成为这个福音的管道 就成为这个拯救的出口 主要我们宣告 这些今年是耶和华拯救的一年 不单我指我们弟兄姊妹自己站立得稳 主要你的救恩 同样要去临到这些业界的当中 主要你兴起我们每一个 兴起我们每一个 主要你的爱 你舍己的爱 你将自己一次献上的爱 主要就要透过我们临到这个世代 和临到我们周围的人 主要你来使用我们 主要我们里面有家人的 主要有甚至乎我们所认识的 街坊轮地在这个行业的里面 主要你兴起我们 就将这个爱传开去 就将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福音传开去 我们宣告受影响的业界 就是这个救赎的时候 就是这个得救的日子 主要你的拯救临到当中 主要我们多谢你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自己摆上 你明白我们 而且你有能力去拯救我们 你受苦 你明白 你是倒成肉身的神 更加重要的是 你自己一次献上 你成为这个永远的大祭司 你永远活着 藉着你永远的灵 要带给我们这个永恒的救赎 祝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宣告 今年是耶和华拯救的一年 你来拯救我们当中 每一个受疫情影响的弟兄姊妹的信心 坚固起你 亦都来使用我们每一个 将这个救赎 淋到我们身边的人 祝我们多谢你 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希伯罗书9章11节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 在了近尾事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秘的帐篷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服这世界的 世上有苦难 有困难 有很多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 但今天 希伯罗书9章11节 告诉我们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 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秘的帐篷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服这世界的 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定称 在天上的大祭司 更美的中宝 将来更美事的这位大祭司 当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信心 放在这位祭司的身上 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害我们 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叫我们 与基督分离 因为他已经一次为我们成就到永远 他的平安 他的能力 他的喜悦 必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为我们的心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 藉着今天的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有一个更美的中宝 如今坐在天上 这位的中宝 带有能力 他是更美之士的大祭司 并且他已经进入万来 如今坐在全能者的右边 主耶 天天为我们祈求 主耶 他的磅秘不是缩短的 主耶 他是带有能力 带有拯救的 主耶 求你帮助我们 圣灵你兼顾我们每一个的信心 主耶 让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定称在天上 更美之事之上 主耶 以至到我们能够走过地上的一切 并且是得胜有余的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晨土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